哈喽 大家好 我是绿币 2021年马上就过去了 到年底了 我一定要把剩下这点福根留给你们呢 所以今天就让我们看一看 2021年影视剧十大最尴尬的片段 排名不分前后 上榜歌评本事 第十名最强气氛中 站住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霸种以前可能是当过厨子 喜欢结尾来个烧汁浇头 今天气氛到了 烧汁来不及 只能用这个水管的先顶一下的 霸种的套路啊 永远是我们凡人无法体会的 以前这片鱼塘是被我盛饱了 现在是这片人工降雨被我拿捏了 萧金腾看了都夸你效率高 还记得女主说过一句话 我最讨厌下雨 那为什么她这么做 因为当年女主是用水管的教过她 所以她试图用水管的 再唤醒女主对她的爱 原来她水管的里喷出来 都是掺了水的爱呀 哦 砸北下了雨 你说你还挺上头 第九名生化危机 这还是把你们冲走 冲走 冲走 你翻得挺好啊 下次别烦了 这次吃了多少盒废水 把这个美人鱼摧残成这样 这妆容她放在泪脸上都算是炸食 头七都过完了我跟你说 老乡都吃完了酒席 她这还在这生冷活虎 有说有笑的 这不是生化危机 这是啥 所以猴子看到她都得上岸跑 人道主义救援会看到她 都想把她给灭绝了 这个特效就不能叫经费再燃烧了 经费都熄火了呀 求求你们了 没钱咱就别做带特效的片子 行不行啊 2021年了 还拿着20多年前的特效水平 咱着糊弄我们 咱着给我们一虎丝甜呢 第八名 无邪卖血迹 当笔记这个IP 已经成为了影视剧烂片界的标杆 别的IP走下坡路都是高开低走 它这个是低开低走 一个比个烂 越挫越勇士越拍越烂 2021年到我们笔记之云顶天空 在这一众翻拍的烂剧里边 也差不多算是翘楚 我也是没懂 它这个麒麟血 它能干啥呢 你说输血吧 也就能给小哥输 难道说是拿着放冰箱里冻着 夏天当闻香用吗 不过也是 他出门他混得连鞋都没有了 他不卖鞋 他卖啥呢 捐精我也没听说过 他那精有蛆虫的效果 是不是 第七名 救命 谁 这不是救命 这是救我命 我告诉你 救命完事还能顺便把这个浴巾给拔了 我当时吃酸奶的看这段片段 瞬间我觉得我这眼睛比我这酸奶都酸 龙夫山泉有点甜 他的救命有点咸 这是干什么 这是 壁咚摔倒 亲嘴都内卷到这个地步了 就不亲点啥 就下不来台 是不是 下次我在桌上放点螺蛳粉 你摔倒的时候 顺便喝两口汤 那不香吗 我当时最悔恨的就是 我为什么是会员 能多看这两集 我花钱买VIP 就是找这种罪的吗 第六名 养科就行 哎呀 有一次啊 我录过一个正在拿手机刷剧的同事 他的脖子和这个脸啊 经常就前前后后在那摸动啊 我一看他在看君九龄 我就问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说这个剧啊 剧情勉强还能看啊 但是偶尔被男主瞅到 嗯 他因为是近视眼 所以不出现男主的时候 他就得离着近点看 等男主出来的时候 他再离远点看 因为即使就看不清了 哎呀 我头一次就发现 朦胧美这句话存在的意义了 第五名 谋杀 在场当时三位内心的独白应该是这样的 驴主 虽然对面有杀手 射了一箭 但是我不慌 因为第一剑哥哥已经抓住了 第二剑我准备骑马跑 杀手是 糟糕 第一剑被男主抓住 但是我不慌 第二剑我猜他俩会骑马跑 所以我第二剑呢 就预判马的位置 哎呀 糟糕 早上拉肚子没力气 色歪的 男主是糟糕 虽然第一剑被我抓住了 但是我很慌 因为第一剑我是懵的才抓到 虽然我跑得没马快啊 但是我还是要爸妈踢走 然后带着妹妹飞走 第四名 绝处风生 魏晨有一个办法 也许可以试一试 你有什么办法 产妇受到惊吓 会突然用力 也许就能生出来了 怎么做 太子妃 最在乎的是太子 那这个时候 就要太子亲自出马 别执着 用力 太子妃 太子妃 天下 我可能要辜负你了 太子妃 别说这么丧气的话 我要和你白头洗脑的 太子妃 太子妃 殿下 殿下 你会没有人 殿下 殿下 太子妃 太子妃 生了 生了 太子妃的房租 点什么都成了 恭喜皇后 恭喜殿下 太子妃 母子平安 是狼君 是个白白胖胖的 小皇太孙 鬼才设计啊 一胎已经想出这么有创意的剧本 那剩二胎的时候就不能干杀太子了 是吧 得杀皇上了呀 我记得狼牙榜 一定跟孕妇 怎么受到惊吓就难产了 到他这里边还能顺产呢 怪只能怪 狼牙榜他不舍得让太子出来演这段 对不对 第三名 神马东西 做好了 啊 你马死了呀 太子 原来我以为的套路是下面有河水 然后你懂的 因为有河水下边一般都是摔不死人的 没想到 骑马呀 跳悬崖还有这种好处 那以后玩蹦鸡 还拴什么绳子 直接骑个马不就完事了 啊 这个臂力我都不说是人了 起重机一见了 都夸你一句好身板 那么现在有个问题 你俩咋上来去呢 啊 懂了 可能马没死 自己爬上来就给你们接上去了 对不 毕竟那个年代还有孙悟空呢 是不是啊 你们这发生啥都不稀稀 第二名 一不小心撞个人 哎呦 我说错了 我刚才还说大唐那边发生这个事不稀奇 原来现在系也可以这么魔幻 你这都能自己爬上来 你是从小为鸡鞋长大的宝贝 啊 肯德基的疯狂星期四都没有你疯狂 就这到医院一检查 男主的伤只是有点头晕 然后后遇症是失忆了 你要是就想搞失忆 那咱们下次也不用搞这么大的圣上啊 你就随便找一个斜角三十度左右的摔一下 我们也能理解你确实失忆了 真的在这种剧里边什么都不合理 但是你说你失忆了 我们都能理解的 毕竟人物这个脑子都不太好使 长这么大都不容易 是不是啊 失下意很正常 第一名 大太监 圣上 芊儿挑选了几款布料 颇为不错 待八婚之日可以留作新衣 一会儿还请圣上过目 寡人是不会娶你的 若逼寡人娶你 寡人宁愿于死 如果圣上升天 芊儿愿于圣上 同灵而造 你竟如此躲躲逼人 寡人唯有去了这慧根 断了你我之孽缘 圣上自宫啊 这还用我说吗 是吧 一句话 一辈子 一生情 一挥手 朋友 不成孤单过 一生太贱 你会懂 还有伤 还有痛 还要烧 还要 吼吼吼 行了 感谢大家 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